嗯 謝謝今天所有來到現場的媒體朋友們 我要在這裡非常鄭重的 我要在這裡非常鄭重的跟Grace 還有阿翔以及小朋友們 阿翔的家人爸爸媽媽 非常鄭重的跟他們說一聲對不起 真的非常多對不起 身為一個鄭重人物 我在社會大眾面前做了很不好的示範 浪費了很多社會資源 真的很抱歉 很對不起 圈內很多的長輩、前輩們 曾經對我有期待的前輩們說一聲抱歉 讓你們失望了 在我比較不平靜的這幾個月間 陪在我身邊的朋友們、長輩們、經濟公司 謝謝你們沒有放棄過 我做錯了 我真的做錯了 真的很對不起大家 有人說我沒有第一時間出來道歉 其實我有道歉 這兩個月的時間我不是逃避 其實這兩個月我選擇沉默 是因為 是因為我在 是因為我在沉澱我自己 我發現 自己所受的傷 也只是擦傷而已 所以我決定 回來 坦然面對一切 自己做的錯事 我會勇於承擔 我不奢求大家的原諒跟諒解 但是我還是要很正宗的跟大家說一聲抱歉 真的很不好意思 對不起 你為什麼要跟她想抱歉 因為她也同樣受到前面 我覺得我們都付出了代價 好 謝謝 這些都沒有那麼重要了 我覺得很多事就讓她過去 你跟妳在一起 是什麼跟妳的關係 我覺得就是超越了友誼的那條線 我們就是犯了錯 我真的對Grace感到很抱歉 因為我的失慮破壞了原本美滿的家庭 我真的感到非常的愧疚 以及無比的歉意 你有私下在跟Grace道歉嗎 其實我有 我不奢求她的原諒 但是我有 那她有接受妳的道歉嗎 她接不接受我其實不知道 大集合退出之後妳心情怎麼樣 我尊重公司這樣子的決定 這樣子的安排很很合理 那我也接受 畢竟我是做錯事的人 我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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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法就是辨過 這樣子 在這次事情發生之後 妳還會相信愛情嗎 我必須要說需要一點時間 但是總是要有希望 那她這樣的做法妳會不會很受傷啊 就算被切割 我覺得她的選擇都是對的 那我也祝福她 在未來的路上 大家朝著不同的方向 不同的方向一起努力 跟她講的力 從事情開始之後 就沒有再聯繫了 其實我要很鄭重的澄清這一點 因緣際會的關係 我有這個機會可以去參加罵族的繞境 有一些玄之又玄的一些 什麼新聞或傳聞 其實這都不是我 這都不是從我的嘴巴裡說出來的 可是因為我今天 因為我今天做錯事 所以我沒有立場去辯駁 這一點讓我覺得其實有一點 比較難去反駁 那我覺得請大家要見諒 因為最近這個消息實在是 讓我有一點困擾 其實真的就不是這樣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